我今天早上想再解释一下 我们鼓励人各方面的鼓励是不同的 不是每次都是一样 根据这个主题 根据这个主题怎样鼓励人呢 我现在会用不同的鼓励 这是鼓励人祷告 鼓励人读圣经 鼓励人尊崇神离开罪 侍奉神 尊崇神都有用不同的方法 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方法 但在所有的方法里面 我们都提到神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帮助 怎样提升改变我们 怎样提醒我们 怎样在我们里面有感动 我想到有一点 刚才姐妹你分享 有一点你可以用的 就是说你有没有留意 你里面有一种动力去改变 你留意这个动力就是从神来的 这个声音提醒你 这个是从神来的 我们都可以在任何的鼓励里面 都让人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说话 好了 我现在鼓励人怎样祷告 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方法 我就是用一些例子 让你们可以思想 就是我们不需要每一篇道都是一样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鼓励人祷告 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圣经里面说 你为求已先 父已经知道了 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首先我们内容可以用经文的内容 这个里面有什么 这个父已经知道了 我们为求已先 我们看到父是怎么样 我们从经文看 父是知道我们的内心 你留意我刚才说话 父是知道我们的内心 为什么我的声音会这样改变呢 父是知道我们的内心 你听的时候会不会更留意内心 是不是 这个就是声音的改变 好的 原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有 思想啊 我的前路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想怎样为神做工 神都在我们里面动工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谁真的爱他 因为他是全知的 也是全能的 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他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是他感动人 会有这个动力去爱主 去亲近神 从神得利 所以他是他感动我们 越亲近神的人 越亲近神的人 如果我用右手代表神的灵 这个是我 左手是我 越亲近神 越亲近神的人 神的灵的感动会影响他 差不多整个生命 但有些是这样的 他大部分的生命 是被世界影响的 可能你会认识一些基督徒 他们常常被钱啊 工作啊 人的问题啊 影响 所以这个情况 不是神在里面运行 而是他的肉体 他的情欲 邪灵在里面运行 如果一个基督徒是 神的灵运行的话 神就会感动他 立志行事 都是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个心意 啊神啊 我很想传福音 我很想被你使用 神已经知道了 神知道的时候 看到你的心 看到你爱主的心 他已经做过你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是 我们与神连接 被神改变 他常常影响我们 感动我们 当我们被神改变的话 他已经知道 我们的内心 如果我们的心是 要成就神的主意 神已经知道 神会成就这个计划 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 是神将这个心 放在你的里面 原来我们的生命 可以去 完全被神 带领 鼓励 加力量 整个生命是 可以这样 这样的人 他们祷告的时候 神已经知道 他的心 神已经 有计划 怎样成就他的计划 成就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相信 是神感动我的 神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可以 祷告的时候 放心 轻松 放心 因为我知道 神必定照顾一切 他必定成就 他的计划 我的里面 就完成了 轻松 因为知道 神必定成就 他的计划 刚才我是鼓励 祷告 放心 祷告的时候 你有神的心的话 神会成就 他的计划 按照他的方法 这个 我是用 跟起初用的方法 有些不同 是不是 每个经文可以不同的 不是每个经文 都是一样的 我想说一说 关于 祷告 我知道 很多人都会 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 父亲祷告 为 某些人祷告 求神 怜悯 怜悯 很多人的 方法 是这样的 神他 神他 拯救他 拯救 怜悯 将荣赏赐给他 求你改变他 将力量给教会 就很多很多的言语 现在祷告 其实是热心的 对神热心的 我会说这样的 祷告 缺乏什么呢 缺乏 相信神的 恩典和计划 我鼓励你们 祷告 是可以是这样的 神啊 你早有计划 去更新这个教会 你已经有这个计划 你很想复兴这个教会 我们说出神的心意 再打个手 也相信神的心意 你很想复兴这个教会 是你想 但我们很多人不想 求神帮助我们相信 你很想 你会使用我们的 当我自己 放下自己 被你使用 被你带领的话 我可以帮助这个教会 有更多的福音 求神兴起更多人 被你的灵感动 被你的灵改变 带来福音 求你帮助我们 一起同心 合一的 将你的 起义 行在地上 真的 遵从你的起义 这个祷告 跟 起初的祷告 神啊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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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过 有些地方 他们祷告是这样的 他们 真的在哭 神啊 我们需要 要复兴 快来 复兴 快来 复兴 这样祷告 好像怎么样 好像 神不是想复兴的 就好像 祂小 但神不小 所以祂要说服神 神啊 祂要复兴啊 祂要来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其实 他们以为哭 神就会听 就会带来 很大的复兴 他们没有看到 其实是神很小 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 求神帮 就是我们 相信 祂很想做工 在我们 祷告的时候 都是常常 宣告 神啊 我知道 祂很想 成就 祂的工作 我们 信靠祢 亲戚祢 祢就做大工了 例如 你带领一群人 祷告 你但是说 神啊 求你 求你 复兴 复兴 每个人都是说 神啊 复兴 复兴 都是说 好像 神不愿意 每个人的心意 都放在神身上 神啊 你要复兴 复兴 这个教会 但其实 他们没有看到 神很小 没有看到这个 神的心意 但我们说 神已经很小 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真的说 神呢 我们愿意 将生命献给你 献给你 你就必定做工 今天我们可以被神复兴 今天我们可以灵命改变 今天我们真的可以悔改 离开罪 胜过罪 靠神 服事 服势神 得着神的能力 赠神 神的能力 而且带来 复兴 我就是鼓励 你们在祷告 也是放下 这是很多 宣告 神的心意 他很小 随时 随地 都很小 你看 启示录 西风 书信 都是说出 他很小 很小 他关心 教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鼓励人祷告的时候 就说神已经很小了 我们亲近他 他就会将这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 他常常感动我们 其实是先 他先感动我们 然后我们改变 然后他会带领我们 怎样祷告 怎样尊重神 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们多亲近神 让神做工 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这是一种方法 鼓励人祷告 好了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神在天国里面 神有无限的恩典 能力 使人尊大 全身都在乎他 他有所有的权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全能 全是有钱的 他有奇妙的计划 他有奇妙的计划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我说现在坐在街里 每个人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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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可以的 因为这是神的计划 他写在天上的计划 诗篇139篇139篇16节 神的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神的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其数 何等最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这是神的 已经在我们生命写了 奇妙的计划 这个计划 我们怎样进入呢 罗马书12章1节 2节说 将身体献上 当作国际 不要想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会查验神的 善良 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意思是说 我们将生命献给主 也是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 我们就查验神的 善良 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祂也会帮助我们 进入这个旨意 所以祷告 献献神的时候 被神改变的时候 可以打开天门 进入神最美好的计划 这个最奇妙的计划 神已经安排了 你想不想 进入这个计划 你想的话 你说神的 我将生命献给你 求你使用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属于你 你做完 你在我生命中做完 你带领我 祝福我 你帮助我 不要跟从这个世界 不要被世人影响 不要被世界影响 心意被你改变 这样的话 我就能够进入你的计划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可以进入神的计划 这样你进入这个计划 你就说 永不后悔 这个是最美好的 所以祷告打开这个天门 进入这个神最奇妙的计划 我现在是用不同的角度 鼓励人祷告 就是说 不是但是一种方法 你看圣经 你看这个经文 你留意这个经文 你可以看到 有 不同的经文 有不同的教导 好了 我另外会讲 用 也是讲祷告 鼓励人祷告 马太六章33节 其实马太六章 都是讲到不要忧虑 讲到不要忧虑 因为你看天上的废鸟 他们都能够神供应他们的需要 所以你们不需要忧虑 因为你们为求一线 神一定知道 然后后来说 天主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里说是关于供应 我们很多人都担心我们的供应 神啊 你会不会供应我的需要 我们就担心 其实越担心 越 得不到神的恩典 因为担心的时候 拦住神的工作 其实神想不做工 但 担心 担住神的工作 这里我说到 律法 担住神的工作 去律法 这个是警告 但我首先说 神有奇妙恩典 但担心不会成就祂的计划 但我们相信神必定供应 正如祂会供应废鸟 祂也会供应我们 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 所以祂已经很关心我们 但我们有些人可能说 我的确很穷啊 很穷乏 我现在没有钱啊 你说神供应我 什么时候供应我呢 那时可能我已经饿死了 你等到神的帮助的时候 可能我已经 已经饿死了 没有钱了 没有食物怎么办 结果我们就想一想 这种祷告 神啊 我怕要 我没有钱啊 你怎么 为什么不帮助我啊 这样的时候 其实 是担心的祷告 但我们相信神 你必定有出路 必定有出路 必定有必定有供应的 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你必定会回忆我的需要 他早有预备 但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困难呢 经历困难 因为因为我们 神也使用这个时间 帮助我们 依靠神 帮助我们 寻求神 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曾经 也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 收入的 我也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收入的 是 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以为 就会 要找到 侍奉的 刚位 但 我发觉 很难 所以后来 我要自己 开始这个侍奉 但当时是 没有钱的 而且有压力的 但我当时是 深深的相信 你必定有具备 必定有供应 虽然有这个困难 你必定开路 然后神一步一步的开路 我每天打告说 神的你必定开路 我都打告去说 神的恩典 神必定开路 神必定开路 我不是说神啊 你快要纪念我 否则我要死了 不是 我是说 神你必定开路 虽然现在很困难 在这个过程 我经历过很多次 神的帮助 一次一次 现在我不用时间去 分享 但我鼓励 就是鼓励你们 看到 当你有缺乏的时候 你就说 神啊 你必定会供应 我的需要 你必定有输入 我自己 尽力做 可以做的 我尽力做 可以做的 我就放手 我就放心 你必定开路 必定为我预备道路 我们就爱神 倚靠神 神就为我预备 他已经有预备在天上 已经预备 为我们预备了 这个是刚才我所说的 是关于相信神的供应 他已经有计划 在天上写了 他已经供应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从寡妇 他奉献了 他养生的钱 那他会不会很快就饿死了 然后在天堂 神对他说 对不起啊 我忘记帮助你 所以你就饿死 就很快来到我 神不会这样 让人看 亲看神说 那些忠心奉献的人 他们就没有钱 他们就会饿死 我们知道这个人 将来有一天 我们去到天堂 我们会看到 这个从寡妇 然后他会说 告诉我们 他怎样 经历神不停的供应 所以我们今天打告 可以说 神啊 你必定供应 我们就宣告 神必定供应 神必定快乐 神必定帮助 神有你的方法 我们越追求神的义 神的我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叫诈献我 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神就为我开路 一步一步的开路 让我能够做宣教 能够有这个宣教机构 这个是神的供应 神也可以帮助你的 为你开路的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以上我是用几个方法 福利人去打告 都是用恩典福利人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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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